看耶利比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耶利比书在我们今天这个 看上面一片 第一片 耶利比书主要是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耶利比书活在一个 非常痛苦的环境 所以是一个痛苦的先知 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我不知道你的身边里面 有多少痛苦 可是我们也常发现 我们基督徒 我们活在信仰里面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言对 我们也有很多的无奈 我们也有很多的痛苦 甚至我们生命里有很多 很多的挣扎在里面 耶利比书就这些所有痛苦 所有挣扎在里面 所以耶利比里面讲到说 这个世界实在是 很不公平的世界 为什么别人这么好 为什么我那么辛苦 为什么别人那么幸福 为什么我那么多苦难 为什么别人生命那么的丰富 我那么的贫穷 为什么我们身体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别人的小孩 都比我的小孩好 为什么我的身体都比别人差 为什么我身在痛苦呢 所以耶利比书在这个书里面 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痛苦 好 我们可以下一个配置 可是耶利比书在痛苦里面的时候 耶利比书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基督徒 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成功 我们的失败 一切都有神的什么 有祂的旨意 那这旨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耶利比书在这个时代里面 因为神要使用这个先知 告诉这群以色列人 要一创 就是你站活在一个危机里 你国家也快要灭 你耶利比书要被成功了 那个那个 无论是埃及来的势力 无论来是巴引的势力 你都不能相信 你只能这个时候 你能够完全的养来厌化 或许你可以出国 可是耶利比书所遇到这个时代 是个不听神话语的时代 是个不愿意听神话的时代 所以耶利比继续活在 眼泪与苦难中间 继续活在挣扎里面 或者活在压迫里面 可是耶利比的挣扎 跟的压迫 却成为犹太人 几千年以来 所不变的真理 所不变的将军 他在苦难中间 经历到神永恒的信息 可是我们讲容易 我们当我们的生命里面 真正经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非常地痛苦 非常地难过 所以这个经文 这个表现 耶利在当时这个时代 他遇到这苦难 他往前看 看不到前途 他往前看 看不到目标的时候 他身里面跟神 有一个非常愤怒的声音 在他里面 这个声音 在整个身里面 只出现过三个人 我们今天都一起看到这三个人 就是我们讲说跟神祷告 我觉得祷告 我们上次讲到 祷告一个重点 是我们跟神怎么样 跟神对话 所以说一个没有祷告的基督徒 是一个很危险的基督徒 一个没有祷告的生命 是一个很肤浅的生命 无论你在教会里面 做到多大的牧师 或做到多大的bishop 或做到多大的教会 一个没有祷告的生命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生命 因为这个生命 没有跟神在对话 你可以想象 如果一个小孩 从他父母长大了 他不学习跟父母对话 这个小孩子在社会上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非常非常危险 他不会跟父母对话 所以因为基督徒 不懂的人对话 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点 我们今天要看到 与神怎么样成变 为什么耶利比会与神真变呢 因为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 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骂 他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时代的苦难 他的苦难甚至超过了你跟我所能够想象的苦难 他有很多流不完的眼泪在他生命里面 可是在这个时候你知不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是人的话 我们说 干嘛我要信这个神 干嘛我要相信这个神 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有那么多的不平 我就离开这个神 我就离开他去 可是我看见神在这个时候 继续邀请耶利比跟他对话 神邀请耶利比跟他争辩 所以神不是怕我们跟他争辩 神不是避免我们跟他争辩 神邀请你把他的苦难 带进你跟他倒露 这邀请神是愿意在苦难中间 神与你同行 神爱你 神在苦难里面 当你在受苦难的时候 你的神也正在受苦难 所以我们来看这四节非常美丽的经文 我觉得是非常报告的一个经文 我们一起翻到耶利比书第十二章 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 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 我更希望大家一起翻到耶利比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到上面一起来读 好吗 来 预备 请 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了回忆 但有一切我还笑于你的理论 恶人到了我为何分头呢 大喜贵仗为何的怀疑呢 你沾给了他们 他们也杀了个人 长大 而且结果 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见的 心血与你原理 耶和华你晓得我 看见我 见着我 向你是怎样的心 求你将他们拉出来 好向江崽的鸟 叫他们等候杀了个人 这立以悲哀通国的清朝骨干 要到了起时 因其上居民的恶行 深处和飞鸟都灭绝 他们曾说 他看见我们的结局 这短短四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 有几个很重要的经文 所带出来的意思 因为这个是旧约 所以我们有时候很不容易了解 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见耶利比 他说 这是耶利比的讲话 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为你 就是耶利比说 每次我给你争吵 每次我给你吵的时候 好像都是你对 你都不觉得你祷告的时候 你都觉得神都对 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这样子 不管我什么 就讲说 神你对你对你对 他都对 所以耶利比就讲 不服气 为什么每次祷告都是你对 有每次祷告是我对的 所以耶利比在问你说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对 这显为你表示神都对 那下面就说 他说 有一件事 我还要于你的理论 所以耶利比说 还有一件事 我要你跟我讲道理 我们就讲道理就好 所以耶利比的祷告是很特别的 你觉得祷告对神很不尊敬 你对神很不顺服 对神很叛逆 你要告诉我 你到底有什么道理都没有 你可以把你的道理讲给我听 你说如果有一件事 你想要跟你讲话 你都很生气 我你的同事跟你讲话 你很不高兴 他说 你要跟我讲道理 他现在说什么 他说 恶人的道路为何分通 大行诡诈 为何得开心 所以耶利比 第一个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 就是在我处的事态里面 好的人不一定有好结果 坏的人也不一定有坏的结果 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是神 你不是公义的神吗 可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所看见的不是那么的公义啊 我所看见的不是这么的好啊 好 下面三节 继续的在强调这个 耶利比在第一节所带出这个主题 他下面说 你栽培了他们 他们怎么样 砸了根 长大 而且怎么样 结果 这他们是谁 就是他讲的那些不义的人 他们砸根 而且怎么样 长大 而且怎么样 结果 就像个树一样 那很好啊 对不对 那下面说什么 他们的目的 是与你相 他们的口 与你相近 心却 与你什么样 愉悦 所以耶利比在这里面讲的非常简单 他说 这个世界很多人是口是心非的人 对不对 口是心非的人 讲的是一套 但做的什么样 心里面是什么样 有事 是另外一套 所以耶利比说 这是我所看见的 我没有办法相信的人 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跌倒 其实所看见的也是什么样 口是心非的英雄 口是心非的人雄 所以有时我很感动 我去派我的弟兄 我问弟兄说 我说 我说 谢谢你 你有机会 带我过我们去崇拜 来到我们的教会 我说 你对牧师有什么盼望的样 我常常问 弟兄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常常看他 我就说 到底你对牧师的盼望是怎么样 这个弟兄讲的话 我非常特别 我一直到现在 我记得非常清楚 这个弟兄跟我讲 这个弟兄跟那些人跟我讲 说牧师 我所盼望的不多 我只希望牧师成为我的朋友 我听得很舒服 我听得很感动 我希望每位弟兄姐妹 每个牧师都是朋友 可是 这个时代 我们常常因为 我们有个很热情的心 我们有个很爱主的名义 就是我们受到很多的伤害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很多口是心非 第二个 你看下面一讲 他除了讲口是心非以外 他下面讲的是什么 他说 他说 你晓得我 看见我 见察我 向你怎样的心 求你将他们拉出来 好像江仔的羊 叫他们等候杀人 这讲什么事情 耶利米在这个里面 讲的特别一种事情 就是今天耶利米是一个被杀 要被人家捕 耶利米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 是一个囚犯 是一个被人家 一家阿婆是随时要被人家斩杀的 可耶利米说 我的环境是一个那么苦难的环境 可那些不相信主人 那些得罪主的人 却是另外一个好的环境里面 主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应该相反才对 所以耶利米不但是说 我遇到这些口是心非的人 而且耶利米觉得 神今天给这个时代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不公平的遭遇 是一个不公平的遭遇 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爱主 我们信主 我们就应该 我们除掉这些 所有的困难 神都应该把我们拿掉 所以耶利米就说 我的遭遇 我不觉得不公平 这不应该是我才对 这应该是别人才对 所以耶利米第一个 讲到口是心非的人 第二个讲到耶利米就说 我的遭遇是不公平的 第三 下面 下面耶利米更 进入到这个 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里面 他说 这地 被爱 通国的清朝 不该 要到其事 因其上的居民的恶行 深处非鸟 都灭绝了 他们 成怎么样 成说 他看不见 为什么这些人说 他说 他说这个世代 是一个越走越糟糕的世代 这个世代 是一个越走越堕落的世代 可这世代所做的这一切事情 他拿枪把狮子打死 他拿枪把鱼熊都杀光了 他毁灭了这个大地 他毁灭了污染的河流 他觉得 I do nothing wrong because there is no God in the world 就是这个世代 是一个没有神的世代 人任意妄为 人破坏自然 人在水的资源 在自然的世界里面 人怎么样说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to do 我要做什么都可以 因为什么要 我有钱 所以我有五万块钱 这个狮子的生命 我随时可以把它杀死 这个狮子 其实是全世界的宝贝 我也可以把它杀死 因为怎么样 我没有犯任何的法律 那是不是这个世代是这样子 所以耶利比跟神说 It's not fair 所以耶利比就带着这个时代的重担 这个先知的使命 他来到神面前 他对神说话 我们看下个片子 在下个片子里面 我们看到 在圣经里面 有三个人 跟耶利比有同样的遭遇 我们来看第一个 跟耶利比有同样的遭遇 这个叫做约伯 我们来读 二十一章第六节 二十一章第七节 约伯记 来 预备 七 我美国思想 新酒新黄 浑身善解 恶人为何处活 向大寿数 势力抢胜 这是约伯在苦难中间 对神的祷告 约伯在苦难中间 对神的思想 第二段 是大卫 一个成功的人 可是当他在落魄 他在伤心 在绝望的时候 我们来读 诗篇 七十三篇 三四五 来 预备 七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 想平安 就心怀无比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成功 他们的力气却也壮细 他们不像别人受苦 也不像别人扎扎 所以第二个可以看到 什么 是谁 是大卫 第三个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先知 他有同样在神面前的祷告 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五节 来 预备 七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回有福 并且行恶的人得见底 他们虽然试探死 却得脱离灾难 你看 这三个是生意上很有名的 可是这三个人 都同样的 把他们心中的困难 把他们心中的挫折 把他们心中对这个事态的不平 他们态尽他们的祷告 你知不知道神最担心的不是 你心中有什么不平 神最担心的是 你是没有祷告的神 我觉得我们的神 是一个那么奇妙的神 任何时候我们叩门 祂就给我们开门 你快乐的时候 神希望聘得神 你在愤怒的时候 神仍然希望能够到他们面前 你在有眼泪的时候 神仍然要拥抱你 你在愤怒的时候 神跟你一起辩论 跟你一起讨论 跟你一起把理由告诉你 所以我相信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在祷告中间 我们去寻求神的面 我们去寻求神的带领 不仅仅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 很可能很多时候的祷告 是我们很愤怒 很多时候的祷告 是我们很悲气 很多时候的祷告 是我们很痛苦的时候 我们仍然应该 来到神的愿解 我们到神的愿解 不是因为我们好 我们到神的愿解 是因为我们需要 到神的愿解 我们看下个悲剧 我们在下个悲剧里面 我们看到 圣经上有几个 对神非常不恭敬的字 出现在祷告的 也是神在面对这些很痛苦的question 很不容易回答问题里面 神特别跟这些先知 跟这些人的对话里面 神是怎么说的 我们第一个来读 约伯经38章第三集 来 预备 七 你要读勇士素 你要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哇 你看 神怎么跟约伯说 你要读什么样 勇士怎么样 把腰怎么样 竖起来 神说我不要你把腰扁折掉 把腰底竖起来 如勇士竖腰 像他说什么样 我问你 你可以怎么样 指示我 神邀请你 当这个康舍人 神邀请你 建议他应该怎么做 所以祷告是一个跟神的对话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到神面前来 将我们心中的问题 将我们心中的建议 当我们觉得神在很多事情上面 好像神说 神邀请你说 你可以指示我 这是神对你 约伯 我们看到以色亚书 45章第11节 他回答约伯 不 他回答以赛人 来 预备 七 关于我种植将来的事 你们可以问我 关于我受你的工作 你们可以吩咐我 所以第一个神说 你可以指示我 第二个神说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吩咐我 哇 你说我们当时想说 主啊 要我吩咐你吗 我们都希望到 我们那时候说 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拆架 求你吩咐 可是神说 对哦 你可以指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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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就是 耶和华啊 我以为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微 但有些事 我还是要你理论 他说与神争辩的时候 他说 神啊你要给我道理 你把道理告诉我 所以我一直相信 我们的神 是一个有common sense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 了解我们生命的神 我们神不是坐在天上 说哦 神不是你听我 神希望跟你对我 因为你是时代的见证人 而且唯有透过神的对话 我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生命里面痛苦的意义 跟我们痛苦的价值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 没有跟神对话 我们的痛苦很可能就拍拍过 也唯有跟神对话 像约伯一样说 我在微风中 终于怎么样 我可以亲眼见你 所以我在芦荟中 我怎么样 我就好 约伯就跟神对话 可是对话 各位有你们已经知道 约伯是 约伯是 约伯这里面的唯一一个人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 你知不知道 你什么不知道 你知道吗 还有人要摇头 约伯为什么受苦 因为天上发生什么事 那魔鬼跟神在怎么样 要吵架 对不对 你知道 约伯是什么 约伯不知道 神就跟约伯说 约伯啊 我跟魔鬼吵架 所以你就受苦了 神没有跟约伯讲 可约伯最后 他知道生命中有神的时候 他找到了答案 他找到了答案 他在轮回中 暴毁 所以 我觉得 这个苦难 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苦难 我们可以更深刻地 能够认识 苦难 是我们更能够经历到 神的信使 跟祂的实在 可是我们人海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很多时候我不愿意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想说 这个短圈队在台湾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为他祷告 我的女儿也不在那边 我的儿子也不在那边 我的亲戚也不在那边 我的爸爸也不在 我妈妈也不在 为什么我要替他祷告 所以我一向鼓励 对你们刚刚 往上来有人公认我 那时候我还有空格的话 我应该有我的名字在上 你应该学习 为我们这些害死的女友前辈 先找祷告 因为他们非常的信誉 他们需要你的祷告 他们兄弟套来拖住他 他们需要你的祷告 来面对这些 这些 这些台湾的这些学生 他希望这些祷告 是希望这些学生 能够在这个里面 能够成长 唯一能够做事的 其实并不是我们花钱 不是我们初一 是谁的事 是他在做事 是他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要求神 我们跟神理论 我们跟神说 看 看 神说 来 来 我跟你临正面 求你指示我 求你告诉我 求你吩咐我 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你 所以我就认识到 我们生命的意义 跟我们生命的价值 危险的是 我把耶利米的生命价值 当成我们的生命价值 但是你要知道 最重要的祷告是 我们唯有自己寻求神 我们才能知道 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 因为欧牧师的生命 跟你的生命也不一样 你必须自己个人 在祷告说 建立你跟神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 这个片子 所以我们看到 耶利米有四点 他生命价值的特性 所以耶利米第一个特性 是我们知道 耶利米是一个非常胆怯的 以为耶利米的胆怯 耶利米是非常胆怯的 你读耶利米说 他很emotional 所以他是一个 很有patial的先知 他在他生命里面 非常胆小 所以你不要以为 所有被神呼召的人 都是胆怯很大 很多被胆怯很小 很多人是不会讲话的 你知道 上两个礼拜 那个 汪队的教会 徒利米的徒传道 他来我们教育 他讲的句话 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注意听 他说他当医生 根本就不怕 他是读医学院 附带那学医学院系 他做研究他不怕 他跟神说 他最怕的是上台讲道 他说现在还是害怕 很胆怯 我每上台都胆怯 所以耶利米是一个非常胆怯的 但是第二个耶利米 是一个愿意 而且好像终于在苦难中间 替神说话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苦难的时候 是我们特别容易感动这个时代 耶利米的怀疑 就因为生在苦难中间 耶利米的怀疑 身在一个大的时代里面 他不迎逢拍马 他不是与人同流合物 他活在一个神的呼召 跟神的信誓里面 可能神借由你的面临的怀疑 可能神借由你的怀疑 活在一个苦难的时代里面 替神做见证 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苦难的见证 我们今天领受他的病 我们今天领受他的虚 这是一个苦难的结果 可是神以苦难来呼召我们 成为他的主 也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苦难 你以我的罪得一色 我们的神就是一个苦难的神 第三点 耶利米是一个祷告 耶利米是一个祷告 我今天在信仰的过程里面 我当牧师十年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有时候很困难的祷告 因为我们很多做这个方法 我们做这个原则 可是我们很困难祷告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教会 这么多年来 我在教会服侍了 我在这个教会 一共三十多年 有个聚会 我是从来不放弃的 不论我好 不论我不好 不论我成功 不成功 我绝对不放弃 是由我们教会来祷告会 可是我知道 对很多人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曾经去过祷告会 老板跟我说 欧谦逊 你今天去祷告会 你今天就被fine 我曾经听过老板亲自跟我讲这句话 因为我有个bun 全公司的电脑都不work 他一旦我fix的bun 他就生亚早报会 他说那bun不fix的话 我就帮你fine 我仍然去祷告 我仍然去祷告 如果被fine that's me be my guest 所以我知道很困难 可是师父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们想说 我们做了很多服侍的事 我们做了很多的事 我们愿意做很多的事 可是是否我们在祷告上面 我们忽略我们的灵神上的长迹 耶利米是一个祷告 耶利米 第三点 第四点 耶利米是一个有灵修的 耶利米 所以我两个耶利米的祷告 我愿意留住一下 我们再下个分析 上个分析 可以上个分析 那耶利米 有祷告 我最后要跟你们分享 但是我觉得 在今天这个时代那里面 有四点 影响到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不去祷告 让我们忽略祷告 在今天 就像耶利米的环境一样 有四点 使得我们注意第一点 我们下个分析 我觉得第一点 影响我们祷告的是什么 是试探跟什么 诱惑 我们有太多的试探 我们有太多的试探 可能一个连续剧 可能一个部电影 可能一个game 可能一个餐厅 任何一件事情 都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祷告 我们跟弟兄里面的祷告 因为这时代充满了诱惑 充满了成功的压力 充满了各方面的领诱 所以我很喜欢 Francis Chien这句话 Francis Chien 你知道Francis Chien 是加州很重要的一个神秀 用的东西 Francis Chien说一句话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事 我最担心的其实并不是失败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在寻求成功的时候 那个成功期对我们生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重视我们的事业 但如果我们的事业成功了 我们失去我们的家庭 这个事业有意义吗 若我们住在全美国最好的学区 可我们的小孩 却走上了自杀的道理 这个学区有意义吗 若我们有最多的生命 让我们老的时候 我们永远在白口 在医药上面 我们不用担心的话 你知道得了一个癌症 我们的生命有多快的结束吗 有多少人在Francis Chien去世的时候 是他在一生里面最有钱的时候 有多少时候他最能享受的时候 是他最不能享受的时候 有最多人他在壁局上游泳的时候 他没有去壁局 没有去海滩 等他去海滩的时候 他已经不能游泳 所以Brancis Chien说 我们的成功是否是活在引诱里面 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生命里面 最终极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 我们下个配局 第二点 我们再上个配局 下个配局 下个配局 我觉得第二点 我们常常是distraction 就是我们没办法集中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事情 我们非常地忙碌 我们就像开车一样 我们手上拿着hamburger 我们手上拿着我们在吃东西 我们很忙碌 我们很多的生命里面 我们什么都要做 可我们是否发现 到我们不得够集中的时候 随后常证说 什么是信仰里面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故事 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长老 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福尚的优解备 可是我们自己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 是我们失去了信仰的意义跟祂的价值 是我们很重视别人的称赞 是我们忽略了我们需要得到神的认可的认识 是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很忽略到 这个人听到满满满意 我们什么话里 到底我们讲的是不是得到神了吗 是我们很多的distraction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想要开车开在高速路上面 我却不知道我们慌站在什么地方一样 一上一样 我们下来看去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discouragement 挫折跟危险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愿意祷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失败 比利冠讲的话我非常喜欢 比利冠说 在我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受了一个非常失败的 我必须跪在神的面前说主求你赦免我 主求你了 有多少时候我们带茶净的时候 我们失败 有多少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 我们失败 有时候我们多少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说主啊 我再也不要做 我们失败 但是我们应该回到神面前说主 I need you 我需要你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挫折 灰心 是影响我们爸爸的第三点 最后一点 我们被本堂 We give up everything 我们什么都不要 我们生命被本堂 有很多时候我们愿意静静地做的教理 我们愿意静静地成为一个安静的基督徒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我们也不需要长静 我们也不需要失败 所以窩选这个字很重要 窩选这个字 敬拜这个字在旧约里面 另外一个字是完全同一个字 跟失败 一个敬拜的人 却没有侍奉的生命 这是一半 这是一半的基督徒 一个敬拜的人 一定是有失败的基督徒 失败不定是在教你们什么职位 失败是我们的生命为神所所拥 所以什么是耶利米与神正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我觉得神并不担心我们跟神正面 神愿意跟神正面 可是要求你到他前面 你在快乐的时候 你在悲伤的时候 你在奋斗的时候 你在打过的时候 你在成功的时候 你在失败的时候 神出口 神仍然在等我们 我们跟下来回去 所以苦难是引导我们到神面前 苦难不是阻止我们到神面前 我们看最后一个词 我觉得神 人在等候 跟等候 扣他 所以说你扣他 我就给你看 可是师父我们很多时候被burn out 我们得到很多 discouragement 我们很多的 distraction 我们很多的temptation 我们没有时间 倒伸没起来 扣他 我们一起 好 上三集 谢谢